上周2020年喜悦TV羽毛球争霸赛汕头战火热开赛了 马上了解一下 2020喜悦TV羽毛球争霸赛涵盖了广州 深圳 汕头等八个城市 分为海选赛 近期赛 总决赛三个阶段 采用淘汰制进行 近期赛中选手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 高远球 扣杀 劈杀 吊球等各路球技展现的淋漓尽致 本次近期赛全部采取三局两胜的赛制 对选手的体能提出了新要求的同时 也降低了比赛的偶然性 让更多有实力的选手能够脱颖而出 感觉这些分组分的还挺好的 就是说有额版年龄分开 不是说参在一起一起打 收获到那些体育的快乐吧 这里高手很多嘛 想的那本切磋也是 从高远球 发球 往前和防守吧 收获到了很多 与常规的玉毛球比赛不同 这次比赛没有设置性别界限 没有参赛门槛 任性打是最大亮点 以前都是男女分开的 就女双跟混双啊 男双没有混打的 这次混打感觉还挺好玩的 女双打男双对抗性很强 打起来就是很锻炼女生吧 汕头晋级赛的六个组别 冠亚军选手将参加12月20号的广州总决赛 能作为家乡城市的代表球员 参加全省总决赛 相信对于汕头本土业余球手而言 绝对是一次承载着满满的荣誉感 和喜悦心情的快乐旅程 每一个项目的前两名将作为我们汕头市的优秀选手 代表汕头去参加省里的比赛 到时候会有一个省级比赛的一个PK 对会让我们所有汕头喜欢打球的人 也多了一次机会去向省优秀的队员们去学习